我會評價國際戰線在過去一年 當然是有一個很重要的進程 和誇大了很大的一步 因為過去我們未必會有這麼多人 一起去打國際戰線 而我自己也是去年會第一次去投身國際戰線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開始意識到 香港其實是一個相當國際化的城市 而同一時間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共產黨沒有了香港其實是不行的 我們看到香港對於中國來說 是有很多的經濟利益等等 所以其實我們是很有本錢去打國際線 但當然我覺得國際線在過去一年 我覺得成果依然是封石的 是很有成果 但成果的原因當然不會是因為我 在我的身上 而是更加重要的 一定是在真正說最前線的一批抗爭者 他們的抗爭 或者多謝香港每一個人 二百萬人一起願意出來去示威 那都顯示了一個很龐大的民意 亦都是製造了很多不同的彈藥 是給外國政府去幫忙去聲援香港 那我這一點覺得很重要 那尤其我們看到去年我們很恩喜 是因為我們過度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那這個法案是重新去確立了 美港關係的一個里程碑來的 所以當香港現在我們透過國際線 可以一起去跡身在一種大國政治格局底下 一起去阻入一些大國政治 去幫助香港的命運 以及去決定到香港人的前途 那其實這一點都相當值得引起 但是未來當然我們都會有不少的難題 包括當然美國一向就已經是比較 對於中國是一個更加醒覺的狀態 就是美國的朝野 都會意識到中國共產黨的一些恐怖或者本質 但是同一時間 國際線可能在說其他國家 在未來的日子 是不是都一定是可以長期地關注香港呢 或者是意識到中國那種的恐怖呢 依然需要我們去多家游泳 所以國際線未來我們是一定會繼續打下去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我覺得 其實全部香港人都可以一起共同參與 反過來如果不是因為大家一起站出來 和平遊行示威也好 出來勇武抗爭也好 如果不是因為有大家的參與 其實國際線是很難打的 國安法人大常委會希望有一個最短的時間通過 其實我會認為 很多人會認為 那是不是代表國際線是成功還是失敗呢 當然我覺得現在我們已經是達到 我們當初所預期的那種的中共 會自我造成攬炒的局面已經達成了 因為其實可以看到現在共產黨它是氣急敗壞 它狗急掉牆 它對於香港的情況它是沒有能力控制 所以只能夠以更加嚴苛的鎮壓方法 包括通過國安法去達到他們希望令到香港人滅聲的這個願望 但問題是當它一推行國安法 其實只會引起更加大國際上的反彈情緒 例如我們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說不再承認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 未來也會推出一系列的制裁方案 可以看到其實整件事 就是中國政府他們是引火自焚 一手是促成了這個攬炒的局面 其實對於我們國際線來說 當然我們會更加努力去跟世界說回香港的現況 但同一時間亦是代表我們香港人 是踏入了一個前所未有 那麼有希望的一個時代 為什麼那麼有希望呢 很多人會覺得這樣也有希望 國安法不是打到埋身嗎 國安法當然是一個很恐怖的法例 也令人很質疑、很失望或者會害怕 但是為什麼我依然是最有希望的呢 是因為其實大家要想像一下 過去那麼多年我們 可能包括現在看影片的各位 或者我或者很多的年輕人 本身可能都是我們所謂的一個很大中華的人 我們是有濃厚的愛國情緒 真的很說自己的中國人 很為中國開心 2008年北京奧運 覺得自己是龍的傳人 但是為什麼我們那時候會這樣想 不是因為全世界都覺得 現在中國真的崛起 是不是文明大國呢 他們包裝得很好 掩飾得很好 你看到其實過去 其實鄧小平年代也好 胡溫也好 他們外交上真的行的一種 韜光養晦的策略 他是包裝到自己 和世界沒有任何的敵意 沒有任何的競爭 但是現在我們終於 這是將共產黨那個醜惡的臉皮撕破了 那誰去撕破它呢 就是因為香港人 在過去這一年的這場運動裡面 我們撕破了中共的臉皮 我們迫使全世界認清了中共的真面目 所以都是因為這樣 中共就是再無他法 就要出此下策 就要推國安法 但是他一推完 更加就是令到真是 全世界都知道原來他這麼恐怖 這麼醜惡 那麼對於我們來說 這一種的大世界的氛圍 這個全新的時代 又怎會是一件壞事呢 純粹是我們香港人心理上 我們要準備很長期抗爭 但是我相信當這個全球的局勢 變成這樣的時候 我們是前所未有這麼有希望 在過去的日子 曾經去過德國遊說 在德國的時候 就見過某一位政黨的議員 他已經相當資深的 年紀也真的有這麼多 他見到我們香港人 或者什麼 他都說其實香港這場運動 真是舉世無雙 當然不止他 其實我們去到外國 見到每一個的議員 或者官員 他都一定是稱讚香港人的勇氣 智慧 以及毅力 是可以成就一場 這麼舉世無雙的抗爭 他們都是很有心的敬佩 但是那位德國議員 他特別說了一些 是令我很為之動用的 他就說他作為一個德國人 他有這麼少年紀 他明白也是經歷過二戰的事 可能是納粹德國那種的恐怖 他明白民主自由的可貴 他明白其實歐洲不同的國家 今時今日可以有今天的和平和諧的局面 是因為當年紀人在二次世界大戰也好 他們的先輩 就是用血和汗抗爭鬥爭拿回來 是他這樣自己說 所以他跟我說什麼呢 就是他除了很感激香港人的抗爭 下一句就是他自己很慚愧 他很慚愧就是他可能覺得現在新一代的 德國的同胞也好新一代的歐洲人也好 忘記了歷史 他們忘記了共產主義的恐怖 他們忘記了共產政權的恐怖 但是現在香港人就是正正好像當年 很多的歐洲人一起去誓死反抗 這一種共產的極權 他覺得香港人是令他想起以前的歐洲人 或者一些不願意屈服納粹政權下的德國人 他這樣說完我也很感動 一來當然可以有其他國家的人 去認可我們的抗爭當然是因起 但是更加出乎意料也相當的因起 就是他會直接覺得我們現在所做的事 是歷史上極有意義 也都是令他想起以前二戰的時候 那些人是怎樣有勇氣 去對抗過去一些邪惡政權 也都是給了我或者我相信很多身邊的人的信心 就是我們香港人的確是做的一件對的事 國際線所產生的壓力當然是對中國共產黨有影響 沒有影響的話其實我們不需要打個國際線 共產黨其實我們都知道他很多事情都不怕 他一定是怕國際 一定是怕國際 甚至國安法去描繪或者針對那群人 就是所謂勾結外國勢力 他很重點去打壓這一群人 就是因為他明白其實國際社會對他來講的潛勢是致命的 因為其實中國真的沒有大家想像到這麼厲害 因為他現在很多起碼在金融上 或者在一些科技上 他的確是很依賴國際社會對他的支持 或者其實當中國面對現在他內部的經濟問題 他內需不足 他內部又有債務危機 那麼面對種種的因素底下 他是很需要國際社會對他的支持 包括就是國際社會跟他做經濟貿易 拯救共產黨的經濟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中國的經濟神話是一定會破滅的 那麼他知道的 簡單來說成也國際 敗也國際 其實這個就是共產黨的起家之路 是吧 就是01年他入了世貿之後 世界貿易組織之後 他就風生水氣 那麼成也國際 但是如果現在全世界背過去一帶一路 那就敗也國際 那麼我們就是看到共產黨 一定是在乎這個外國怎樣看待他 那麼他越是說他不在乎 其實反過來就是證明他在乎 各位 其實我們過去一段日子 我們經常想到共產黨是很強大 但是我們 當然我們不能夠低估他的力量 我們永遠不能夠低估你的對手 但是同一事 我想最重要是 就是不要想到他無比強大 他推國安法很多人覺得他很厲害 他覺得他很厲害 他才要這樣做 他有很多手段 但是更重要我會覺得是 好像剛才我這樣說 他已經是沒有辦法之下辦法 而事實上其實共產黨都會害怕都會亂 甚麼意思呢 就是好像為甚麼一方面他有推國安法 但一方面他其實有可能想跟美國去談 因為他知道無論是軍事上還是經濟上 實力一定不夠美國 這是一個必然的事實 更加重要就是為甚麼他還原推國安法 就是因為其實他都自己有點亂 他不知道可以怎樣做 一方面他覺得香港是一個烫手山戶 過去這麼多年 九七到現在 或者03年有50萬人上街反對23條之後 其實共產黨是從來很難真真正正去收復香港人 他一方面可能就是急 他覺得所以要推國安法 但另一方面他亦都可能以為錯判 就是美國不會制裁他 但我想現在現實就是 國際社會的確很有反彈的情緒 外國社會的確有機會制裁他 因為共產黨推國安法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們更加了解到 就是他們開始亂 其實共產黨的時候 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做過的原因 後果是甚麼 或者簡單地說他自己都有機會錯判的形勢 或者其實他推國安法 其實都是打算試一下水溫 即是他的國安法就算他推完 可能他最後的版本是很輕微的 很不辣的 或者他可能拖多半年才辣的 那他當中當然就涉及跟美國的一些博弈 所以大家都互相在試大家的底線 水溫的時候 那這個就可以用來解釋到 為甚麼其實我們見到中國 他有些的做法好像很舉其不定 那這個就是因為他自己都不太知道自己想怎樣 或者他自己都很怕美國對他是禮真 那我們香港人當然要更加密切留意的情況 看看我們怎樣在不同層面去打好國際線 其實我們看到這一場運動爆發到現在 不少的外國的投資者 包括一些信譽的評級機構 都是已經將香港的評級 信貸評級是調低了的 包括一些木敵 你看到美國傳統基金會 他也直接是拜香港已經不再是自由港的第一 好像也是三十年來的第一次 那這些種種的跡象都顯示了 當然國際投資者對香港是失去信心 但是當然對於共產黨或者香港政府來說 他們的演繹就是因為我們香港人 經常搞蛇魂搞運動 政治不穩定 所以搞到這樣 但是其實很諷刺 因為你看回別人的報告 目的也好 其他的傳統基金會說得明白 當然他們說香港是很不穩定 香港沒理由穩定 大家都不會說香港穩定 這麼多年 但是他們說得明白 不穩定的原因就是其中就是 就是因為香港政府經常搞一些政治風暴 還有就是香港政府太跟中國靠攏 令到香港的獨特性漸漸會消失 會失去 這些就是那個因素 為什麼外國會撤資 就是因為香港政府或者共產黨錯判形勢 令到香港全面中國化或者共產黨化 這樣就會完結 所以我們其實一直都經常這樣說 如果你真的要保存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我們更加是需要區分香港本身我們的特性 我們的社會我們所信賴的價值是甚麼 我們要區分我們的東西 和中國政府的東西 我們是不能夠 不能夠任由他們操控 詮釋 演繹 擺佈 在那裡 我們要區分 我們要區分